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发诡异 被遗弃的牛头后 隐藏着怎样的罪恶 现场痕迹难寻 警方将如何追踪线索 财产损失难以追回 村民又将如何维权 遗弃的牛头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家住湖南省洞口县黄桥镇的彭老汉 每天一大早都要带着自家的大黄牛到村头的山边放养 2011年8月25日这天 当彭老汉走到自家房后的牛棚时 他却突然发现 牛棚中的大黄牛不见了 望着空空的牛棚中了一辈子地的彭老汉顿时没有了主意 牛棚的门明明关得好好的 旁里的大黄牛怎么会不见了呢 就在此时 彭老汉发现了牛棚墙上铁窗的异常 鹭老汉顿时突然意识到自家的大黄牛一定是被人偷走了 慌乱中的彭老汉立刻跑出家门寻找大黄牛 彭老汉顿时突然意识到自家大黄牛的棕影 彭老汉四处寻找 但却依然不见自家大黄牛的棕影 我们父亲这个商镇也找 家里面的人到整个山头到处也是找 听到彭老汉家大黄牛被盗的消息 村民们也跑出家门 帮助彭老汉一起寻找大黄牛 那么会是什么人将黑手伸进了村民彭老汉家呢 彭老汉和村民们漫无目的地寻找 又将找到些什么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找 彭老汉与村民们在距离自家一公里的山上发现了家中的大黄牛 然而 现场的情况 却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到触目惊心 彭老汉和村民们在距离自家将近一公里的山上发现了家中丢失的大黄牛 然而 现场却只剩下了牛头 牛蹄以及牛内脏 在村民们的提醒下 稍微缓过些神的彭老汉到派出所报了案 很紧张 因为农村里面呢 还有一团牛可以说它是顶几个劳动地的 还有一团牛丢了的话 它家里的田都可能就面临荒废的可能 街道报案的洞口警方迅速赶往现场 进行勘察 寻找线索 像那个牛头啊 牛内脏 还有那个牛笛啊 全部都一起到现场 那么 难道 盗牛贼并不是想偷走彭老汉家的大黄牛 而是要杀死他家的大黄牛 让他无法继续耕种了 是彭老汉与谁结了什么仇吗 他家里就他跟他老婆在家里 其他也没有什么邻居 也没有什么纠缝啊 然后他们住在一起的全部是一些真亲属 村里面也没有这样的人 应该是外面流传中的 经过对村民们的了解 彭老汉与人结仇 而导致自家耕牛被人盗杀这一可能性 基本被警方排除掉 然而 随着勘察的进一步展开 闪中现场的情况 却让洞口警方感到了极大的困惑 嫌疑人一流在现场的牛骨头 引起了负责现场勘察民警的注意 我手法很专业 而且也用时间去剃 因为一般的就是砍下去 两刀砍下去 然后就把那个分开了 警方注意到 嫌疑人一流在现场的每一根牛骨头都被剃得相当干净 骨头上没有留下一丝牛肉 警方分析 盗杀彭老汉家大黄牛的嫌疑人一定对耕牛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 甚至他更是善于宰杀耕牛的人 那么如此看来 盗杀彭老汉家中耕牛的嫌疑人应该并不是与彭老汉家有过节才盗杀他家的耕牛 而恰恰相反 嫌疑人的目标其实根本就是牛肉 盗走耕牛也只不过是他实施犯罪的第一步 在对彭老汉和村民们的进一步询问中 警方了解到 案发前 彭老汉曾在夜里四点钟左右出门上过厕所 而他家的厕所就在牛棚旁边 当时彭老汉还看了一眼牛棚中的大黄牛 按照当时的天气情况 以及村民的起床习惯 警方分析 嫌疑人必须在早晨五点半之前 把宰杀的牛肉全部处理完 否则的话 他很可能会被村民发现 那么也就是说 嫌疑人必须在一个半小时内 盗走耕牛 完成宰杀 并运走牛肉 羹牛虽然是比较温顺的动物 但是即使是了解羹牛习性 善于宰杀羹牛的人 也是很难在深夜短时间内 一个人完成这一犯罪行为的 那么这起盗杀羹牛案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一个犯罪团伙 我们初步判断 他作案的人数是两人和两人以上 依据现场情况 警方推测 这起发生在山村中的盗杀羹牛案 很可能是由一伙有明确分工的窃贼所为 然而 由于案发后村民们的慌乱 以及保护犯罪现场意识的淡薄 嫌疑人遗留在彭老汉家中的盗牛现场 以及山中宰杀现场的作案痕迹 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这给警方的侦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障碍 现场的脚印呢 非常乱 有犯罪嫌疑人的 有作为的老百姓的 所以当时也确定不了那个嫌疑到底是谁的 同时 由于洞口地区正处于雨季 连日的降雨更是使得犯罪现场痕迹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最终 警方在山中现场 并没能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村民彭老汉家大黄牛被人盗杀的消息 在村子中不静而走 一时间 村民们都感到了极度的愤慨 大家只能uyo野又有饼 ノ 若那ker草寮コ気银上去 打怨人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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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只是рашckec 我料到的是 出炖东西 挖地口迫呎就赤刀 料到灶場 贝的无法 一家书都用 生虎二方计能以什么隔壁包 购逼 不?? 你就是在一年, 哀吧?? 你都要去尝那 birin cinti 鱼就是那個鱼鱼, 就能借鱼鱼, 然後用鱼鱼鱼一尝, 什麼? 鱼龍的鱼鱼鱼很好, 我鱼鱼鱼地都被鱼鱼鱼鱼鱼, 讓鱼熟了, 讓鱼鱼鱼鞭鱼蜀熟业 蓬老汉家大黄牛在深夜被人盗杀的消息 让村民们感到了极度的气愤 同时更让村民们感到了一丝恐慌 生怕自己家中遭遇到同样的恶运 毕竟羹牛在农村的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那么面对毫无痕迹可循的山中现场 东口警方又将何去何从呢 他们能否在山村里追踪到嫌疑人的任何蛛丝马迹呢 宁静的山边小村 村民羹牛接连被盗 村中蹲守 警方能否获得嫌疑人踪迹 盗杀羹牛案再发 嫌疑人却是专业徒 分析现场 警方能否获得新的线索 遗弃的牛头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1年8月25日湖南省洞口县黄桥镇发生了一起倒杀村民羹牛案 嫌疑人在深夜盗走村民彭老汉家的大黄牛 并将牛牵至山中隐蔽处进行宰杀 现场质疑留下来牛头牛蹄以及牛内脏 东口警方在勘察现场后发现 嫌疑人在短时间内将每块牛骨头剔得很干净 在杀手法相当熟练 并且在作案后迅速将牛肉全部运走 由此警方推测 本案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专门倒杀村民羹牛的犯罪团伙 然而由于案发现场痕迹的破坏 警方没能获得任何有利于案件侦破的线索 一时间整个案件似乎突然失去了侦破的方向 公安机关的职责就是保护老百姓的生命产生安全 假如你不破 那就叫公安机关不利息的职责 他也对公安机关包括对政府 那肯定就失去了这个公信力 湖南省洞口县是一个农业大县 由于所处地理环境的限制 现代化农业机器无法普及 羹牛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 依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生产工具 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 羹牛更是家庭财产中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如果盗杀羹牛案频发的话 将严重影响到村民的生产生活 你公安机关不能很好的女生质责 那你还能够谈着说 这个关注民生 关心民生吗 面对失去重要财产的村民 东口警方的侦破工作 却陷入了困境 由于犯罪现场痕迹的缺失 东口警方决定另辟蹊径 寻找突破口 警方通过分析推测 嫌疑人很可能会选择牛棚简陋 疏于防范的村民家再次下手 于是经过与村民们的协商 警方决定 在一户村民家的牛棚外 化妆遵守 刺激抓捕嫌疑人 热衣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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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连续两晚的遁守 狡猾的嫌疑人却没有再次出现 然而就在此时 所有人不愿看到的一幕出现了 吸引起村民羹牛被人盗杀的案子 摆在了洞口警方面前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 在隔壁村两户人家 又丢失了一堆母子牛和一条水牛 经过一番搜寻 洞口警方很快就在黄桥镇村中 一所小学的废弃教室里 发现了嫌疑人宰杀羹牛后 遗弃的牛头、牛体以及牛内脏 从现场看见来看 作案手法与彭老汉家大黄牛被盗杀案如出一辙 没有留下什么残余的牛肉 非常专业 短短的几个小时 村中小学的废弃教室中 嫌疑人连续宰杀三头羹牛 并将牛肉运走 如此下去 村民的生产生活 必定会遭到严重损害 吃个手吃 主要是出国 如果是能够吃火 又给钱给了 今天还是吃饭给了 八十个小钱 美国人就美国大 有很多天 有很多耕吃的菜 给钱给钱给钱 结果是四天 给钱给钱 打赵 陈律律 结罢了 给钱给钱 的律师 总装 是组有的 打赵 要给钱 要给钱 三天时间内 嫌疑人在洞口县 黄桥镇村中 接连两次疯狂作案 刀杀村民更有四头 使得村民财产 遭到严重损失 那么 这究竟会是 怎样一个犯罪团伙呢 非常专业 我牛的眉心 就是一捶 那头牛 就倒地了 基本上我们检查 每一个案发现场 每一头有的牛头 都是同样的手段 与两天前 彭老汉家 大黄牛被盗杀案 不同的是 嫌疑人此次的宰杀地点 处于废弃的教室内 加之警方发现及时 犯罪现场的作案痕迹 基本保存完好 然而 警方勘查过后 新的疑点 却出现了 从鞋印来说 几乎是同一双鞋 警方通过勘查发现 嫌疑人 遗留在废弃教室内 宰杀现场的血脚印 全部来自于 同一双鞋 事实类的话 就是一个贵人 假如 来回走动时 是受众的 他来回走动的时候 肯定是帮了东西 或者是身上压了东西 步伐很慢 也很冷乱 就是帮走的次数 来回次数比较多 警方通过对嫌疑人 遗留在废弃教室现场的 脚印分析 进入宰杀现场 完成宰杀等犯罪行为的 应该只有一个人 应该是一个中年男人 他那个体态比较宽 他的脚印比较宽 应该就是干体力活的 按照此时警方的判断 宰杀现场的嫌疑人 只有一个 那么究竟会是 什么样的人 可以在深夜 短短几小时内 连续宰杀 翻头羹牛 东口警方通过现场 遗留的牛头 牛骨等痕迹推测 如果作案的嫌疑人 只有一名 那么他不仅仅 只是一个 善于宰杀羹牛的人 更应该说 他是一个 十分精于宰杀羹牛的人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 专门从事图户生意的 而且更令人担心的是 他的背后 很可能还隐藏着 其他同伙 时间非常短 他能 他基本上一头流 他不用一个小时 他就能把他搞定 短短的三天时间内 狡猾的嫌疑人 在黄桥镇的两个村庄里 连续盗杀四宝羹牛 警方通过勘查推断 负责宰杀羹牛的嫌疑人 很可能是专门从事 屠宰工作的屠夫 很快 屠夫盗杀羹牛的消息 在黄桥镇不静而走 村民们变得人人自危 都怕自家的羹牛 被盗牛贼盯上 有的村民 甚至将铺盖 摆在了牛旁里 与自家的羹牛 一同过夜 那么接下来 警方又能从 这次的案件中 获得哪些有利的线索 他们能迅速锁定 嫌疑人吗 山村中 还会再次发生 盗杀羹牛的案件 宁静的山边小村 村民羹牛接连被盗 监控研判 线索再次中断 市场走访 嫌疑人能否浮出水面 案情难以进展 村民派出火候 通促破案 遗弃的牛头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东口警方通过 废弃教室中的 现场痕迹推断 盗杀羹牛案中 负责宰杀村民羹牛的 嫌疑人 很可能只有一个 而且此人 应该是一名 鲸鱼宰杀羹牛的 土夫 同时警方注意到 嫌疑人 两次宰杀羹牛的现场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两个现场 均靠近高速公路 警方推测 嫌疑人 很可能是在作案前 就选择好了 逃跑路线 这恰恰给警方的 侦破工作提供了方向 于是警方迅速赶 往高速卡口 提取案发当日的 监控录像 然而 在对监控录像的 调取研判后 警方却没有从中 发现任何可疑车辆 应该是 他没有从高速来 也没有上高速走 他当时可能走的是国道 此时警方决定 沿着国道的方向 寻找嫌疑人的痕迹 依据对国道走向 以及洞口县周边 牛肉销售市场的分析 警方推测 嫌疑人很可能将宰杀后的牛肉 运往了附近的乡乡市 进行销赃 就是不向我正规去的 他肯定是他的地下去的 在对香香市牛肉市场的 走访调查中 警方得知 市场中一家牛肉户 老板的牛肉 近来出货量很大 而且卖得异常便宜 经过警方再三询问 姓钱的牛肉铺老板 终于承认 一周前 确实有一个高个子 少养口音的男人 曾经来找过他 出手自己手中的牛肉 据牛肉铺老板回忆 当时那个高个子男人说 自己想转行 干别的生意 急需用钱 要把自己家中饲养的 几头黄牛宰杀后 全部低价卖掉 牛肉铺老板承认 由于自己贪图便宜 也就并没有多问 而是连续两次 低价从高个子男人手中 买入了新鲜宰杀的牛肉 然而 当警方问起牛肉铺老板 那个低价向他出售牛肉的 高个子男人的体貌特征时 牛肉铺老板却说 由于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 现在只记得他的大概身形 于是警方说服了牛肉铺老板 请他积极配合警方工作 如果再次见到那个高个子男人 一定要立即联系警方 此时回到派出所 准备下一步工作的民警 却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村民们来到黄桥镇派出所 要求警方迅速破案 齐全激动 就是说一些抱怨的话 意思就是说 这样的状况 发现这样的话 就是说这样的状况不是很好 不能保证老百姓的合法财产 我们这里完全是搞根底更田了 我们这个田做的去年期待 那个田很熟的 那个这个不行 天天跑拍的时候 人生的又拍的时候 大场低落了 就把这个鸭子扑了 老大鸭子扑了 把鸭子扑了 老大鸭子扑了 吃了这个黄桶 很漂亮的来做 不然那只拍活不就干 你这鸭子扑了 这把鸭子扑了 起来打得估计 还起来起来就能够起来 起来打到一个狗粮子 进去吃 将他们的牛盗走的话 其实给他们的生活 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在很大程度上 如果可以交换的话 他们宁愿让盗贼 偷走其他的东西 而不是他们的牛 面对情绪激动的村民 民警们耐心劝说 并一再承诺 尽快破案 还村民们一个公道 然而 不管民警如何劝说 村民们仍然不愿离去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自家的钢牛 丢了这么久 警方询问了 那么多的村民 也对宰杀现场进行了勘查 但还是抓不到 盗杀他们耕牛的嫌疑人 不是说 公安机关想破案 就能破案的 必须通过 付出这个 监控的主力 需要付出一些 还有一个时间 一边是盗杀耕牛的嫌疑人 一边是失去了 重要财产的村民 面对如此两难的处境 东口警方将如何展开 下一步工作 村中盗杀耕牛的案件 还会再次发生吗 而且人家工 人家工不够 银静的山边小村 村民耕牛接连被盗 案件再发 警方锁定嫌疑人 同样的生活背景 嫌疑人却将黑手伸向乡警 提起诉讼 帮老汉追逃损失 遗弃的牛头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东口警方通过对嫌疑人 逃跑路径的分析 从临近的香香市 一家牛肉铺老板处 获得了嫌疑人的口音特点 以及嫌疑人初步的体貌特征 此时警方将之前 在宰杀耕牛现场 所推断出的嫌疑人身份特点 进行了汇总 警方决定进一步缩小排查范围 在邵阳地区 从事屠宰生意的人中间 寻找那个体格健壮 身高一米八的中年男子 以这名在杀耕牛的嫌疑人 作为突破口 抓获这个盗杀耕牛的犯罪团伙 走老办法 走土办法 大海去闹 针也要闹 然而就在警方努力寻找嫌疑人时 又一起盗杀村民耕牛案发生了 村民在一处废弃的民居内 发现了自家的耕牛 现场依旧只剩下了牛头 牛体 以及牛内脏 警方经过勘查确定 此次的嫌疑人 与之前两起盗杀耕牛案的嫌疑人 为同一人 不过 在杀现场的一个矿泉水平 引起了负责勘察民警的注意 警方立即对矿泉水平进行的提取 送回公安局进行指纹对比 通过对比 警方发现矿泉水平上的指纹 均来自一个姓马的少阳级男子 于是警方立即对马某实施了抓捕 在大量证据面前 马某承认了自己在洞口县黄桥镇 以及周边县市多次盗杀村民耕牛 并进行嚣张的犯罪事实 在审讯中 马某承认 自己是由于生意失败 亏欠了银行大量债务 才打起村民耕牛主义的 然而令警方意外的是 整个盗杀羹牛案 自始至终居然都是马某一人所谓 以前也都是在家里 根据爸爸妈妈都是种田 春节的话都是要杀一两天牛 住那个酒医都能够住得好的 我这个东西拿过去 我又没有自己写一个 我是挑来的 我是这样 是挑不成的 因为好像你拿东西来卖 他花钱买 他又不是想你也不能挑 面对盗杀羹牛的窃贼 村民们应增加日常的防范意识 让马某这样的人 没有可乘之计 好像有些流浪 他就搞得很难的 有些就是用几个板子 就把它拦一下 手臂拦一下 你根本就不用去挑 有些都没有手 所以要把那个囊 要学好一点 有狗就肯定就做那个事 对人也亲 那个流一亲戚 那个狗就肯定放去回家了 不要去放出 放得出 那不是有个时候 有个时候不是一辈子也都 肥肥不来的 马某即将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那么村民损失的财产 又该怎样追回呢 既要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同时我们还要挽回和维护 劳费性的利益 在洞口公安的努力下 最终警方追回赃款十余万元 并立即将钱全部退还给遭受损失的村民 然而公安局的退葬大会上 却没有看到彭老汉 彭老汉认为 即使是拿回公安局追回的损失 离再购置一头羹牛的价钱 也是相去甚远 于是心情低落的彭老汉 干脆就没有去领取公安局退还的钱款 面对如此情况 洞口警方还能为他提供哪些帮助呢 在警方的帮助下 彭老汉来到了律师事务所 寻求帮助 这个人民法院 购置刑事获得民事 防御的公安管理规定 第五条第二条规定 尽可追找和特派 仍不作用民法损失 受害人可以上人民法院提示 如果一条供流一万块钱的话 特派五千来 那么剩下的五千块钱 农民可以上人民法院 指账五千块钱的财产行事 那么如此看来 彭老汉是可以通过诉讼 追回自己的损失的 也许很快他家就可以买上新的耕牛了 最终 东口建盗杀村民耕牛案宣告破获 但同时也为我们交响了一记尽忠 老百姓应该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公安警网和老百姓互动 能够共同来维护好 保护好我们老百姓的 活法权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我认为 应该是我们能够达到一个 比较和谐的经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